歡迎收看Focus国际话题 我是周宣 今天是端午节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 在中国大陆各地纷纷举办了龙州赛 热闹非凡 不过这项运动也因为危险性很高 频频传出有死伤意外 例如像是在湖北 就有一支队伍在比赛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侧翻 也造成一名参赛者抢救无效死亡 场边观众尖叫声四起 大陆湖北黄高市黄梅县一处乡镇 8号举办龙州赛 结果其中一支队伍不慎翻船多人落水 最后一名57岁参赛者抢救无效死亡 有一个比较严重啊 就算来的时候就是看他没有回应了 目击观众表示 红白两队在竞赛当下 白队疑似因为操作失误 导致龙州侧翻倒扣 有参赛者被押在龙州下方 其他队伍也赶紧停下来协助救援 但人抢救不及 今年端午节 大陆各地龙州赛热闹非凡 意外不止这一起 重庆市秀山县洪安镇 5号下午5点多 有女子龙州队在训练时不慎侧翻 其中一人落水后被救起回天罚树 另外两位参赛者被水冲走失联 直到9号才被打捞上岸 没有了生命迹象 龙州竞赛需要团队合作 动作必须一致 一旦有人滑奖速度过快或过慢 失去平衡 侧翻是家常便饭 另外龙州上的鼓手 负责控制节奏 掌舵员同时要控制行进方向 稍有不慎就可能撞船 最重要的是 参赛者都必须穿着救生衣 龙州上也要配备救生圈 才能确保年度赛事顺利进行 TVV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观众以哈冲突 以色列军队在周六取得了重大进展 这是在加萨两出就出了四名的人职 他们都是去年10月7号 在音乐节上被俘虏的 其中25岁的中乙混血阿加玛尼 当时被绑走了求救影片 可以说是震惊国际社会 如今终于是平安归来 获救人职从乙军直升机走出 医护人员立刻上前 一旁民众激动欢呼 乙军获得重大进展 6月8号宣布从加萨两个地点 救出去年10月7号在音乐节上 被俘虏的四名人质 包括21岁的梅尔 27岁的柯兹洛夫 40岁的祈福 还有25岁的中乙混血女子 阿加玛尼 回顾阿加玛尼去年在音乐节上 遭两名哈马斯枪手 劫持上车的求救影片 惊动国际社会 如今时隔8个月 终于历劫归来 阿加玛尼与父亲激动相拥 老爸还特别带了可乐一起喝 宛如享受自由的滋味 此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现身医院 逐一拜访获救人职 传出正份消息 电视台播报员还忍不住哽咽 台拉维夫的海滩上 民众游客得知人职获救 也响起激烈欢呼 只是详尽的规划背后 还是牺牲了加萨不少性命 乙军飞弹狂炸 直升机射弹 似乎为了营救人质 哈马斯表示 已军对纽瑟拉特营地的攻击 至少造成21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至少400人受伤 TV新闻综合报导 以色列虽然救出人职 但是国内却也出现了矛盾 因为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甘茨 在周日宣布要退出政府 他更批评总理纳坦雅胡 迟迟不愿提出 对加萨走廊的战后策略 是要试图阻扰以色列 获得真正的胜利 甘茨其实原本是计划在上周六 带领他所领导的国家团结党 要退出以色列紧急联合政府 但是由于以色列军方救出4名人职 甘茨因此延后了他的发表演说 但是他强调辞职是复杂 而且痛苦的决定 尽管他认为国家团结党 退出临时内阁 暂时还不会对执政联盟造成及时的威胁 但是势必是会削弱执政联盟在以色列国内外的支持 更忧心反而会让纳坦雅胡更加依赖极右派的支持 而接着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法国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会面时宣布要加码提供第六批的军援 总额达到2.25亿美元 而针对先前援助卡关 拜登更是亲自向泽伦斯基道歉 再次承诺美国绝对不会背弃乌克兰 无据士兵在号称比巴赫姆特更难打的赛雷布 赖恩森林和俄军枪战 生死一瞬间的时刻居然卡弹了 而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工业区 又看到俄罗斯发动新一波攻击 工厂烧起熊熊大火 俄罗斯在凌晨的时候 对乌克兰发射飞弹和无人机的混合式攻击 基辅的防空警报大响4个小时 这次攻击酿成一死14伤 乌克兰又挨打 前线的缺弹缺武器困境还没完全解决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道歉了 拜登罕见摆出低姿态 为军援延误道歉 还当场加码补偿 再给一批2.25亿美元的军援 美国的新一批军援正好就在G7领袖峰会前登场 似乎也在暗示其他盟友尽量跟进 泽尔斯基这一趟法国行更是收获满满 因为法国愿意提供幻象2000战机 只是有了先进战机 要是没人会开也很麻烦 乌克兰最快在六七月就会获得第一架F16 目前各国愿意提供至少85架的F16 但是传出乌克兰的合格飞行员至今不到20人 也让乌克兰催促要加快授训进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关注欧洲议会选举 根据最新出口民调 德国法国极右派大有斩获 尤其是法国极右派勒鹏所领导的政党 在得票率上大赢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联盟 因此马克宏也抛出了震撼弹 尽管民调显示立场持中偏右的人民党党团 还是最多数将会拿到181个席次 中间偏左的社会党及民主党党团 预计获得135席次 也就是欧洲议会的三个主流党团 席次占比大约是六成 但是在德国法国的极右派得票增加的情况之下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选后就立刻宣布 要解散国会提前选举 第一轮选举将在30号举行 而预计7月7号将会举行第二轮的选举 接着看到南北韩又陷入了紧张局势 北韩周末跨夜送了330颗的气球 这让南韩不堪其扰 也由于这是两周内第三波 南韩军方紧急戒备 周日就召开国安会议 要求军队假日要值班 同时南韩也宣布要开始打大声工的反制 白色巨型气球随风飘 还挂着一包不明物体 深夜就降落在路中央 民众担心行经车辆撞到 拿脚踏车充当三脚锥 这些到底从哪来 原来又是北韩 大规模脏气球再度跨进而来 南韩周末一连多地首尔江源道 经济道等接火通报 这也是北韩近两周内发动的 第三波空飘统战挑衅 根据南韩媒体报道 只有24%的气球成功落在南韩 由于当时半岛吹西风 部分掉在海面上和山区 还被算投放很不精准 南韩军方召开国安会议商讨 下令陆海空军周末值班 因为从上个月底至今已经发现 一千多颗同款气球 而南韩还出现军纪松散问题 오물풍선은 지난 1일 오후 8시 45분쯤부터 군사 붕괴선을 넘기 시작했는데 일 사단장은 작전 지휘 현장이 아닌 회식 자리에 있었던 것으로 전해졌습니다 敌人空头不明物还因酒作乐 作战前线的师团长 马上被炒猶于 面对北韩资讯战不间断 南韩重启边境大声攻 朝北韩播放 以牙还牙 扰乱民心 2010년 천안안 폭 침과 2016년 북한의 4차 핵 실험 직후에도 대북 확산기는 북한이 가장 위협적으로 생각하는 심리전 수단입니다 上周脱北者团体同样在边境空漂 20万份返平壤当局的文宣 最新甚至透过海流往北漂送 500瓶塑胶瓶 总共装有500公斤的米孩 放美元韩剧USB等等 南北韩持续大打心理战 TVPN新闻都不到 确实南韩军方昨天就开始 恢复了新战广播 一连还播了两个小时 连线给国际组记者黄雨璇 一整排广播器缓缓升起 睽違6年 南韩军方重新组装 广播设备 重启对北韩的新战广播 北韩空漂垃圾气球 又发动电波干扰 南韩忍无可忍 重启2018年板门店宣言后 拆除的新战广播 播放时间大约两小时左右 由于南韩新战广播方圆10-30公里的范围都能听到 对北韩是相当有效的新领战 不过南韩恢复广播有增加担忧 可能导致两韩局势最多升温 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不仅因为沙滅上的游客捏把冷汗 美国佛州当地时间7号 CN报道根据佛州自然历史博物馆统计 佛州是承求鲨鱼攻击事件发生次数最多的地方 近几年受暖化影响 海水水温上升 鲨鱼陷宗几率增加 尽管大多数是为了觅食 并非刻意攻击人类 不过攻击事件几率也提高 除了佛州 六月初在加州沿海也发生类似事件 造成一名46岁男子受伤送医 男子伤势严重 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随着暖化影响加剧 无论到哪个海滩泄水 游客恐怕都得提高警觉 TVB新闻综合报导 接着要注意 国人喜欢到日本旅游 但是要特别留意 当地现在爆发了食人菌的疫情 今年一月以来 有超过900人感染 是去年同期的2.8倍 而且重症死亡率高达了三成 医师就提醒 民众近期到日本 要勤洗手戴口罩 降低感染风险 机场人潮满满 民众推着行李箱准备出国 最近有不少人趁着休假到日本旅游 但现在要注意 食人菌的疫情更严重了 它很容易沿着我们的组织 去延伸感染 在我们免疫力比较差 或者是我们有感染了其他的疾病之后 有时候这个菌就变成比较旺盛 A型融血性恋酬菌 可能会感染皮肤伤口 感染后会破坏肌肉组织 因此又被称为 食肉菌或食人菌 日本从今年初到现在 已经出现至少977例 病例数是去年同期的2.8倍 相关的症状包含了喉咙痛 高烧四肢肿痛 甚至可能在48小时内 导致脏气衰竭 休克死亡 食人菌主要透过 飞沫传染 孩童 老人家跟慢性病患者 容易感染演变成重症 初期出现喉咙痛的症状 应该立刻服用抗生素 就能控制病情 根据机关书的监测 台湾国内没有食人菌的疫情 民众不用太过担心 如果要到日本旅游 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能够大幅减低病菌入侵的机会 TVBS新闻 泰国总理赛塔表示 原先政府对入境泰国旅客 征收300泰铢的入境费用 但是因为民间企业的反弹 因此宣布将会取消 泰国内阁去年2月就同意 对入境旅客征收300泰铢 但是9月 泰国新联合政府上任之后 内阁就大拼观光 再次也检讨了观光费的效益 而赛塔最新表示 虽然说可以增加短期收入 但大多数意见都认为 如果不征收这笔钱的话 旅客入境后 就会把钱花在购物或其他的活动上 也可以借此进一步的刺激经济 接着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部国际的大片 接着就是这个布电影 不单没有枪以2006年 不单国王宣布举办首届全国大选 要让国家迈向民主制为时空背景 这里头描述了一个全仆的小村庄 官员们为了要让村民学会什么叫做投票 却搞得人仰马翻 不过这部片也抢进了 第96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的前15强 买台新电视在全村轰动 邻居们嘴上说着恭喜 其实私底下议论纷纷羡慕又嫉妒 亚洲小国不单是全球最后一个 开放网络和电视的国家 2006年时任国王辛格望楚克宣布 将王位善让给儿子 并在2008年举行首度全国大选 成为议会民主制国家 但要让村民们了解选举的游戏规则 不是件容易事 官方派人走进农村举办模拟选举 但村民似懂非懂 连政党造势都得从头学习 看在民主国家人民眼中习以为成的竞选方式 对宛如一张白纸的不单村民来说 是难以理解的激情和言语暴力 进行选民登记时也是笑料摆出 在这座名为乌拉的小村庄 山上住着喇嘛师父正在闭关修炼 他听闻国家即将举办民主大选 立刻决定提早出关举办法会 还交代土地一个重要任务 距离举办法会的满月只剩下四天 上哪儿去找两把枪呢 土地立刻下山翻遍了整座乌拉村 得知只有一个农夫家里 有一把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流传而来的老步枪 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搜藏家正打算出高价收购 就算日子过得不富裕 面对买家开出这么大笔钱 却只感到不好意思 不但人的淳朴可见一斑 最后双方讲好半价成交 隔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没想到喇嘛徒弟接着登门拜访 告知老人家师父正急着要枪 信仰至上的农夫直接双手奉上 不收半毛钱 单纯的村民没把钱放在眼里 让隔天前来取枪的美国人扑了空 立刻追上喇嘛 地陪导游以十把枪作为代价 拜托对方把这把古董枪给让出来 电影《不丹没有枪》 是印度出生的不丹裔台湾女婿 巴沃丘宁多杰的最新作品 即2019年不丹市教室 入围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讲述民主冲击的不丹没有枪 也抢进第96届奥斯卡该奖项的 前十五强 选举带来的政治狂热 甚至还有仇恨 一个家族只因为支持不同候选人 而闹分裂 孩子在学校也遭到霸凌 许多国家人民以流血革命换来的民主 对不丹人来说似乎不是那么重要 他们对幸福的定义 让人重新思考单纯的快乐 是什么样的存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要来看到 如果厕所被装的计时器 提醒使用者要把握时间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因为在云钢石窟 最近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相关的资讯 把时间交给北京特派记者林明珍 俗话说人有三级 想上厕所的感觉 是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 想忍是也忍不住的 而且这个时间要多长 也不是说能控制就控制 不过最近就有大陆网友发现 在山西大同云钢石窟的 景区内的女厕所 居然是被安装上了独秒计时器 是引发了不小的议论 那么网友拍摄的画面就显示了 每个厕所的隔间的门上 都是装有电子的显示荧幕 有的是显示绿色的小人 那么这就是代表没有人使用 那么有的是显示红色的小人 并且进行独秒计时 有网友看的是觉得很扯 上厕所用了多长的时间 完全是公开给别人知道 感觉隐私是被侵犯了 非常的不舒服 那么还有人是质疑 难道用厕所的时间太长 就会被赶出来吗 这样的设计实在是 让他们觉得很不尊重人 让人是非常非常的尴尬 那么对于网路流传的影片 还有讨论 云钢石窟的工作人员 也出面来做出说明了 他们承认的确是有在厕所 安装计时器 但目的是为了 是想要让大家可以了解 厕所使用的状况 不是感人 不要让游客避免不必要的 等待还有误闯 游客使用再长的时间 也是不会被要求中断使用的 而接着要探讨 大陆的外送产业越来越夯了 现在除了有外送小哥 还出现了新兴名词 叫做跑楼阿姨 外媒更观察 这些阿姨甚至还跑出了 他们的江湖 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明珍 要介绍跑楼阿姨之前 我们先解释一下 大陆的外送形态 一般就是外送员 带着顾客的东西 送到指定的地点还有楼层 但是因为现在的钱实在是不好赚 所以很多的外卖员为了跑更多单 如果遇到要把货品送到高楼层 或是要在一堆商办大楼里 找到送货地点的话 他们为了要节省 包括停电动车的时间 就会把货品交给在大楼附近 等着帮忙送最后一里路的跑楼阿姨 那么这些阿姨呢 因为他们是熟悉当地的大楼 又只和外送员拿两三元人民币的跑腿费 因此是相当受到外送员的喜爱 愿意和他们一起来合作送货的 那么在跑楼阿姨的圈子里面 竞争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现在跑楼阿姨的主战场 就是在狭窄的马路上 可以看到不少的阿姨是占领了一个转角 或者是一扇门 每当有出现外卖骑手的时候呢 阿姨们就会快速的跑上前去抢单 有时候抢到吵架都还算是小事而已 不少人还会抢到直接在大马路上打起架来 也都是常常有发生的事情 那么就由跑楼阿姨来分享了 过去她其实是在工厂工作的 之后汉先生开了一间小店是在卖手机 可是疫情爆发以后到现在 生意很难做根本是做不动了 所以为了三餐还有缴房贷 只能投入几乎不用成本 门槛也比较低的代送工作 那么跑楼阿姨的出现后 除了是抢单纷争一直出现以外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当顾客收到物品 如果发现到是有破损或者是少了东西 那么这个责任就是往往很难以去厘清的 目前大陆外卖平台的规范是 只要有消费者来投诉 惩罚的是外送员 所以一旦有外送员他被惩罚了 被扣钱了 就不会再和出过包的跑楼阿姨来合作 那么有时候也会发生 阿姨和外送员冲突的情况 好 谢敏珍 接着要来看到近期热门韩剧 背着善载跑来描述追星粉丝 和偶像之间的故事 也让话题度超高 当然剧中的场景也成为了朝圣的打卡点 同时更带动南韩本土OTT平台的收视 订阅人数直逼业界龙头Netflix 带你来看一出韩剧是如何创造出超高的经济价值 韩星边右席来台开粉丝见面会 引起正追星热潮 他主演的韩剧 背着善载跑在台韩两地创下话题 尽管已经播映完毕 粉丝们还舍不得出坑 纷纷造访剧中拍摄场景 剧中男女主角小时候的住家 其实是位于金基道水源的一间咖啡厅 吸引大批粉丝拍照打卡 不使南韩本地观众许多外国观光客也慕名而来 外国文件也参악 乃超胜的粉丝实在太多 透过社群传播一群 接着一群 让当地居民不声其扰 善载热潮引来正反两面评价 这出戏讲述一位追星女子 意外启动时光机回到高中时期 与喜欢的明星相遇相恋 让追星过的人都有共鸣 购买韩剧周边产品的快闪店大牌长龙 预售剧本集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背着善载跑还创下韩剧一个新纪录 波音的南韩本土OTT平台TV 在最后一集播出当天 用户总使用时间达到250万多个小时 登上OTT业界的第一名 以91831小时的差距领先 虽然只有一天但超越 提示OTT产业的竞争力 TBS新闻综合报道 但您掌握东南亚动态 6月中旬在瑞士将举行乌克兰和平峰会 中国大陆在之前就已经表态不会参加 现在就连中国大陆的铁杆盟友柬埔寨 最新也宣布不会出席 而泰国全国上议员选举9号正式启动投票 这是属于县级及行业组别 也是新宪法后第一次采用的新模式 下一阶段辅级投票选举将在16号举行 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7号初步裁定 将对东南亚进口的低价太阳能板进行调查 更可能进一步会加征关税 泰国五月通膨率上扬1.54% 达到13个月以来最高纪录 主要因素来自于能源新鲜蔬菜 还有鸡蛋的价格上涨 而同样是泰国的资讯 目前经济成长出现放缓现象 数据就显示今年前四个月 累计汽车销量年减24% 减少约6万7千辆车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欢迎回来要带您看到 根据最新调查报告 今年第一季全球独立显示卡出货量都是上升 而市占率达到第一名的就是回答 详情交给记者黄凯敬 2024年第一季全球独立显卡出货量是870万台 比去年同期成长39.2% 其中回答的市占率进一步提升到88% AMD降到12% 而英特尔的市占率不到1% 其中AI造福黄仁勋的回答 稳居冠军宝座 市占率是从去年第四季的80% 升高到了88% AMD则被挤压下去 至于英特尔虽然在2022年的第三季 推出新产品进入AIB市场 但是还是没有显著的进步 而有关第二季的状况 研究机构预计游戏独立GPU市场将会持平或是走低 AI训练器GPU后续的出货状况是如何 还有待观察 量子力学的概念最近融入不少影视作品当中 抽象的物理学也引起更多讨论 师大理学院副院长方伟达就表示 其实量子力学在将近100年前 因为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发展出的矩阵力学 才建立的主流体系 但这过程相当离奇 透过金奖导演诺兰的电影 呈现出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带领团队 争分夺秒赶在德国纳粹研究出核武之前 成功研究出原子弹 但战争之下成王败寇 带领德国团队的量子力学大师海森堡 也面对不同的命运 大战结束之后 他作为一个希特勒旗下 发展原子弹的首席科学家 他一开始其实是被当作战犯来定位的 所以就是盟军在进入德国之后 当然就要到处找他 那就要来追究 这个你帮希特勒做原子弹的责任 后来听说美国要派间谍要去刺杀他 会发觉他真的是废材 没有发展成功 所以就放过他一命 尽管因为制作原子弹 海森堡备受争议 但当初因为要躲避花粉 在德国黑尔格兰岛上 发展出的矩阵力学架构 也让他成为物理学界 举足轻重的人物 海森堡透过举证形式提出测不准原理 协助建立量子力学的体系 因此在193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殊荣 他一直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个是他的位置 一个是他的速度 一个是他的重量 那重量乘以速度加动量 所以他就说 哎呀我真的好聪明 因为这些东西都测不准 然后就是不确定的理论 然后这个理论发明之后 震惊了全世界 全世界就说你是最聪明的人 的确都测不准 相隔90年 2022年 美国 法国以及奥地利的科学家 因为量子纠缠的研究 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 再度炒热量子力学话题 量子独特的纠缠特性 也被大量的应用在文学 以及影视作品当中 陌生的科学用语 被融入流行文化当中 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 量子力学的概念 TVB新闻综合报道 铁路地下化中立火车站 将在16号走入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旁边的临时车站 但也因为施工 周边新增了汽车接送区 不过民众反应良极 火车站前围起施工栅栏 摆出许多三角锥 工人来回忙着搬铁架 要为之后的施工做足准备 过去曾被评选为全台最丑车站的中立火车站 因为铁路地下化的关系 16号即将拆除走入历史 暂时会先使用旁边的临时车站 周遭就得进行道路管制 提前在4号开始实行 将近一个礼拜了 民众看法两极 现在这样子直接过去是比较顺向 不过这个动线上 我讲实在走到那里 还是要稍微的绕一下 对... 不过上下车现在是方便很多 在这边住了只十年 原本是双向的车道 然后现在已经改成单向 单向它又换方向之后 很多人因为外面的指标不好 就很多人进不来 这里面 车站前增设汽车接送站 上下车比较方便 但周围多条道路的调整 有些居民店家不沙沙 不确定要怎么走 尤其最一开始原定建国路封闭 车辆禁止进出 只让公车通行 而经过五段的反应 也让交易区大陆地方上 民众意见 这样建国路可以都取 其他车辆的通行 车站前的综合路 虽然一样是单行道 但调整了方向 而原本禁止通行的建国路 恢复成单行道 但只能右转中和路 因此衔接到延平路的这一段 改成双向道 同样双向通行的 还有复兴路 另外原划路路段 则是调整为 往车站方向一车道 反方向两车道 另外还新增了汽车接送区 将上下车的车流分开 降低塞车情况 新智上路总会有一段过渡期 毕竟走了十几年的路 突然被改向 民众很不习惯 还需要多多加强宣导 事实调整 VVS新闻林队南亭 桃园天保报道 又有白排车驾驶违规载客 只是这名驾驶还呛出 他的淑公就是前警政署长姚高桥 但是违规就是违规 被依法开罚十万元 扣牌及扣照四个月 经理站人员发现轿车 载着乘客来到高铁站大门外 立刻上前调查 乘客坦诚 自己是花了四百块 搭乘白排车 付多少钱 他是说那价目是四百块 这台车是别人帮你轿的 对 是我妈帮我轿的 另外一头开车驾驶 也很配合坦诚自己有收钱 但说着说着 突然告诉经理站人员 前警政署长姚高桥 是我淑公 那个 警政署署长姚高桥 是我亲叔公 他已经下任没多久 是没有错 违规收费 载客被拦查 还搬出叔公是前署长 经理站人员简单回应后 还是依法开出罚单 没有欧力 因为监理机关是缘合机场 配合 东洋节临站期间 苗栗经理站在竹南高铁站 机场发现 证明45岁遥心驾驶违规载客 收费400块 从竹南载着客人到高铁站搭车 虽然自称赎公是个大人物 但违规载客是事实 所以被开出10万元以上的罚单 还得钓扣驾照4个月 另外针对违规营业的车辆 也要钓扣4 今天再表示光是今年1到6月 在高铁站就已经查获 三次白牌车违规载客 提醒民众白牌车没有保险 万一发生意外造成损伤 到时候恐怕球场无门 TV新闻 谢古今苗栗采访报道 消费话题 弹价多次调降 但餐厅还有早餐店 加弹却还是要花15到20元 有业者就透露 其他包含油肉等食材都继续涨 再加上基本工资也调升 弹价因此很难调降 走进连锁超市 鸡蛋货架上一整排 鸡蛋燥燥买 50块一盒相当于一颗5元 只是 早餐店阿姨口中的帅哥美女 消费者无感啊 因为现在就算餐点要加弹 起码要15元 有的还要20块 觉得4块钱 15块钱 差了两倍 觉得有点真的不太合理 如果是原厂有降价 我觉得就要回馈给消费者 就要马上降价 让我们消费者有感觉啊 根据公告 鸡蛋价格近两个月连三降 目前产地价已经降到30.5元 批发价也变40块 但产地端降价 消费者端还是无动于衷 也难怪民众抱怨连连 早餐店业者喊苦 因为肌肉油熟冰等 以往一年调涨一次 现在三个月就涨一次 平均涨幅3-5% 还有其他餐饮业者说 帮客人煎蛋时薪 也不会回到125元 油电没降价 或是觉得卖10块太便宜 要是有内用 只吃一颗蛋的人 或是疯狂点多颗 利润更差 电很快就倒了 蛋商工会建议 菜饮业应该同步降价 业者为难 民众认为不公 菜饮业会不会反映价格 还有得等 TB的新闻一下张慧先 台报道 大陆出现不少山寨版周杰伦 有一名博主黑伦 因此开了专厂票价最高 达到了台币17000元 但是有人发现 怎么怪怪的离舞台越远 票价反而越贵 20年前的作品 曾被纳英 杨成林等人翻唱过 周杰伦的歌浅 如今听来依旧经典 以为周杰伦开Live House 但仔细看 造型虽然像却不是本人 原来这是大陆博主黑伦 靠着模仿杰伦皇 居然也能开专场 唱到佛山 苏州 西安等地 就连言行举止 同样学得微妙微巧 哈啰 成都 祥 粉丝朋友大家好 我是歌手黑伦 孙卫靖 夏初霖 让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盛夏 和本尊一笔像不像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但确定的是大陆有网友买单 演唱会票价从最显牌2000多块台币 中间区来到6700元 到最后高达近9000元 甚至有黄牛票炒到1万7 不都越前面越贵吗 大家就笑说因为离舞台越远 越能感觉黑伦是真的周杰伦 先前曾经在街头被捕获 和民众互动 如今黑伦同步金银抖音 竟然已经有101万粉丝追踪 该说他有才吗 也很好奇周杰伦本人都知道 会作何感想 TV宣言张家宝 张不君踏不到 谢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锁定 稍后的Focus世界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